欧冠后就是欧联杯,新赛季欧联杯小组在第一轮全面开打,几支夺冠热门球队和强队分分取得胜利。 欧联系一比零小胜赛萨洛尼基,欧联之王萨维利亚无比一大胜标准烈日,埃森纳斯比二战胜沃尔斯赫拉,欧联杯整体呈现强弱分明的局面,这其中,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欧联系。 中将在赛前表示,要争取大镜欧联杯决赛,在二战二等人休息的情况下,切尔西还算顺利。 面对希腊竞旅,主教练萨里在封线上,派出了西班牙中锋莫拉塔,25岁的莫拉塔在新赛季整体表现依然比较低迷,面对实力烧血的球队,萨里希望莫拉塔找回进球感觉,也只有进球才能让莫拉塔更加自信。 结果呢,踢了80分钟的莫拉塔依然麻脸郁闷,被基鲁换下时,莫拉塔脸上显满失落,他应该很明白,自己是在一次又一次会获机会,作为中锋,很难用准确的好,或者不好来形容莫拉塔的表现。 出场80分钟,莫拉塔也有不少传球,还发挥了支点作用,17次传球中有三次关键传球。 但作为前锋,进球是天职,尤其当球队打不开局面时,需要中锋完成致命一击,这却成了莫拉塔的软肋。 为什么郁闷?因为莫拉塔在这场比赛,又留下了尴尬的数据。 80分钟时间里,莫拉塔完成了七次射门,这比希腊进里全队的射门次数还多四次,但莫拉塔不仅没有取得进球,甚至没有一次射证。 对于一名前,封来说,这是太致命的打击。 莫拉塔很努力,但距离球门依然很遥远,不可否认这是莫拉塔的跑位。 一时都是一流的,但就是找不到射门感觉。 这位先皇冒天才球员,被球迷调侃只是打替补的命,就先由为球迷说的,如何切尔西需要支点中锋? 法国风暴吉鲁就是最佳选择,而且吉鲁的进球效率要高于这两个赛季的莫拉塔。 本赛季至今,莫拉塔为切尔西出场六次,总计370分钟,但只打进一球,这样的效率怎么可能为励志度挂的豪门球队攻城拔债呢? 接下来,切尔西将在联赛面对新汉母联合利物浦,莫拉塔恐怕只能让为世界悲风暴吉鲁了。 回顾莫拉塔这几年的表现,值得称到的就是在尤文的那段时间,他的进球效率比较高,而且对球队帮助非常大。 这个夏天曾传出莫拉塔想重返尤文的消息,尤文在莫拉塔心里应该是福地, 如果在阴超市只找不到感觉,未来或许会重返尤文,再次大档C罗就变成可能。 莫拉塔有天赋,有实力,需要更好的调整心态。 这位前皇马天才球员,不该继续沉沦了。